民眾錄下影片可以清楚看到 遠處有大樓正在施工 頂樓上的吊背正在吊掛物品 這物品垂掛在半空中 看來就像在馬路的正上方 讓民眾心情膽戰 把影片PO網質疑太過危險了 不過勞檢人員得資消息到場查看 發現吊背下方的慢車道上 架設三角錐警戒 現場也有人負責指揮 沒有違反標準流程 公立人員還出示證明 表示佔據馬路設置為例 都有向公路局提出申請一切合法 沒有安全維護上的問題 民眾可能是因為觀看角度 我以為這吊背是垂掛在馬路的 正中央產生的誤解 那我們勞檢員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 吊掛作業的下方 設有相關的管制區域 也派有人員在做管制的指揮 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規定 業主必須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 或崩塌之餘的作業場所危害 違反的話可處三萬元到三十萬元罰金 而根據勞工局統計 工地意外高處墜落佔百分之四十 到百分之四十五 物體飛落及倒塌達百分之二十五 港電的話暫時五%都被列為勞檢的重點 這一次業者沒有違規 但民眾一發現有疑問就通報 勞工局表示等於也是在幫政府監督 積極避免公安意外的發生 TVBS新聞李戰勝 高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